主要是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就说这个问题 工作可以 你拍东西可以 我们就注意 但是先去注意一下 别到时候你挣到的钱 都花到医院里面去了 还不够 手放皮子包 搭水杯 我们今天减肥计划 就正式开始了 那就走 为了减肥 专门找了个健身帮 专门找了健身教练 帮我减肥 帮我规划这个医师 到时候我见到他这样 走 哈喽 从哪儿开始 你今天先要换衣服吗 东西 来 换一下吧 我两三年前在这个健身房也练过 这个健身房虽然是开始比较厉害的一个健身房 干净就在这儿 我们开始我们的计划 我又在这儿拍照是吧 衣服脱掉了 鞋子袜子都脱掉 别脱了 太胖了 没有衣服的话真不行 刚才的照片上面看有一点高地间 高地间 这边是我们的康斯老师 然后就是训练之前他就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惨问题 会不会印象到后面的一些训练 先去做训练 行 走 这都是负责我训练的教练 说话都是他来说 你先上 先把鞋子和腕子脱 比前两天收了两公斤 对 两公斤了已经 这两天饮食已经开始注意了吧 嗯 已经瘦了三公斤了 我们前三天吃了211 121 对 可以吗 这三天前吃了我是121公斤 现在118 对 刚开始的话掉的是水分 脂肪可能并不是很多 然后你看内脏脂肪之前是18 现在是17嘛 然后现在就是 目前来看的话 你刚开始体重第二个8公斤很快的 挑战30天 15公斤没问题 30斤 30斤 没问题啊 对 没问题 没问题 坐起来 这教练以前也是个跟我一样 120公斤 118有了 对 118公斤 然后是通过六个月的训练 减止了是34公斤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没问题的 咱们现在这边先测量一下身体维度 可以可以 脱掉 脱掉了 不用脱 我还是有一件肌肉的吗 一定可以的 哇 是不是看还有点东西啊 我主要是我肌肉宽量也比较高的 好看 几个月以后变化一看哦 哈哈 来 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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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好 全身都开始飘了 我看见 全身开始飘了 嗯 刚才 不 刚才这些步骤 前期你看啊 咱们先是做了身体维度的测量 对 身体维度的测量 目的是为了记录你身体的数据 然后我们来到了我们体能测量里面 那你的上肢力量 腹部力量 下肢的耐力 还有我们的心肺耐力 我们都做了测试和记录 那这些呢就是 呃就是你后期的训练 会以这个来为基础 对 再加强 增加 明天就会相对正式训练的算是 正式训练的最前面的一棒 今天就算是个测试那个 对 冰子餐在这儿 要等一会儿吧 直接在这吃完再走 然后我感觉我得点个头发 不点个头发感觉 现在卸得不精神 现在土发长长了 今天把安排一下 这次咱也快到了啊 好 谢谢 味剑卡路里 哎 给的东西还挺多的 这是米饭 这边塞 这个提卡调料 这调料 本来这个监制餐想点个两份的 这一份感觉吃不出 今天是吃一下哈 嗯 它们调到味道层啊 我喜欢那种酸酸的 稍微酸一点那种味道 我拍个照片 给这个监制教练发一下 我明天吃什么 都得给他翻肺子去 知道吗 这个味道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 难吃啊 挺好吃的 到时候我们去吃一下 到店里面去吃一下 你这样待会儿吃个拌面就行了 你不要再吃这种监制餐了 你再说就不行 真的 很开胃 也能吃饱 已经吃饱了感觉 我吃到这一半 感觉吃饱了 抱负款还是比较强 主要是今天我 我妈给我打电话 就说这个问题 工作可以 你拍东西可以 我们就注意 但是身体注意一下 别到时候你挣到的钱 都花到医院里面去了 才不够 真的把身体搞好 不计我们学一下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这种健康餐 但是没有时间的话 点这种健康餐外卖也挺好的 省时间 知道我们30天 煎到30斤 条件第一天 我们今天体重是刚才看了 118公斤多一点 能不能成功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坚持去做这件事情 为了自己 为了家人 还有我想带动一辆人去减肥 因为心疆肥肝 我感觉真的太高了 只能忠实健康问题 肥肝问题 从不从所提 大家一起来 捡起来 我这边学到的 我体会到的 都会给大家分享出来 到时候 这一段 好吃呢 感谢观看